實際上 不可能是在下班嗎 你沒看我就看報紙 不可能很近的報紙 你要看得真 你女生在在不想 看報紙都看不懂 這是那辦人 國家的事 國家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不然你在那家中有上班的嗎 坦白你本來的報紙 捏到一家的一家 你最要叫他改喉像冬冬 阿丁龙 这不是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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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首作巧克力博物馆在桃园巴德市落脚了 开幕典礼由桃园县长吴志阳 巴德市长何正森 以及红雅董事长张豪诚 共同切蛋糕庆祝 巧克力之父之称的红雅食品表示 将以最擅长的巧克力一举进京观光服务业 我们称他做巧克力共和国 张豪诚说 红雅以发挥创新企业精神为核心 不但如此 园区内除了有丰富多元的巧克力知识 多款有趣的互动游戏 DIY教室课程也可以让大人小孩们 边吃边玩边学等等 期盼能成为北台湾最热门的打卡景点 巴德市长何正森说 将观光工厂设于巴德市是正确的 巴德有很好的远景以及发展 并将好的物产推向国际 国际博物馆的话 可以说是在桃园县的这个 观光工厂当中第20个诞生 而且规模是最好的最大的 这样的巧克力已经让大家在生活中 不可减少的一样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 所以红雅食品公司非常地用心 在这个地方打造出一个巧克力共和国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这未来能够带动巴德市的观光 县长吴智洋表示 巧克力共和国有优美的绿化环境 以及主题乐园般的精巧设计品尝到底 原来优质巧克力不用到国外 到桃园就可以认识巧克力的无国借魅力 我们台湾制造巧克力的技术 绝对不输世界各名牌的巧克力 而且到这里可以享受悠闲的下午茶 也可以到巴德附近的景点来旅游 所以是我们整个桃园县 尤其是巴德市 大家最高兴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多多来捧场 享受最好的时光 记者吴爱云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